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每个礼拜天晚上八点 我们影响力频道 师娘的眼中人生大事的时间 今天师娘想要带来 什么样的文化习俗呢 今天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讨论 关于首尾前这个习俗 首尾前的仪式呢 如果说有参加过告别式的朋友 可能应该有看过 一般在告别式进行的仪式环节 里面有一个环节 就是师父要做慈身放首尾的仪式 那放首尾呢 这个仪式的进行 就是师父呢 先把家属准备好的那个同百零钱呢 就是做一个仪式 那在做仪式当中呢 师父就会说好话 说吉祥话 例如说呢 就是这样的吉祥话的意思 那首尾前的由来是什么呢 以前的习俗是说 如果在家中有长辈 要往生弥留之际呢 那会把一些就是 关于金银珠宝 或是说钱财 首饰 就放在长辈的手中 在他断气之前放着 让他过手用 那这个遗留下来的 就是所谓的首尾前 他跟一般的动产 不动产 这些家产田地是不一样的 他的意义是不同的 如果说到说 首尾前应该又要怎么运用呢 一般首尾前的运用来讲 我们在传统习俗上认为说 首尾前就是一个钱母 它可以招财来 所以如果说 我们有得到长辈 遗留下的的首尾前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跟金钱相关的一个抽屉里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抽屉在家中 就是专门放一些存责啊 财务的物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他放在里面 就有象征聚财的意思 那当然也有人说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银行里 让他钱滚钱 又或者是说 如果我们做投资理财 买房地产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取一部分 投资进去 然后希望能够 这个钱母呢 帮我们发挥大的作用 让我们呢 可以再聚集更多的财富 关于首尾前这一个东西呢 我觉得他是所有上葬仪式 尤其是在告别式的环节里面呢 是温馨带有祝福的一段 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呢 因为刚刚有说了 在放首尾前的时候 师父会说吉祥话说好话 他象征的就是说 长辈虽然离开我们了 但是呢 他把他的财富或是关爱之意 就这样延续下来 保留给后代子孙 一般首尾前我们拿到的之后 我们可能会用一个带子装 首尾前我们不拘 就是说有的家属 他可能会觉得说 想要讨个吉祥数字 他可能会放88块 168块 或是说不限定 就是往生长费留下多少 我们就是平均分给所有的子孙 那首尾前呢 在我的眼中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 祝福的象征的含义 就像呢 我这代首尾前呢 就想到爸爸 就好像爸爸的关心 跟疼爱都还在身边一样 这个就是首尾前的精神意义 今天首尾前的习俗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还想知道师娘眼中 有哪些人生大事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 锁定我们影响力频道哦 拜拜 拜拜